反萊納斯集会现场群情激昂 嘲讽政府立场大悠转的声浪此起彼落 而向来反对萊納斯的行动党文东区国会议员黄德 今天现身集会时也沦为剑靶 背轰不致羞耻 其解集会 现场还传来炮轰声浪要黄德兑现承诺 针对坊间涌现要黄德引咎辞职的说法 当事人认为这只是政治挑拨 没必要应酬 政府亮绿灯 为萊納斯西图厂更新营运执照 点燃群众怒火 今早在反萊納斯集会 撕破竞选宣言泄愤 对于政府这项决定 行动党文东区国会议员黄德 怒斥内阁典荡孩子的未来 他呼吁所有民选议员和内阁部长 在一个星期内签署绿色盛会请愿书 清楚表态究竟是否赞成让萊納斯继续营运 他接下来也将走遍全马 集合民间力量抗议内阁决定 全国的各角落的选民 要去责问他们的人民代表 让他们表达他们是站在人民这边 还是与人民为敌 我们要知道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开的 每一个人在这个萊納斯这个课题上 都要表达他们的立场 我们要好好的记录下来 虽然黄德始终站稳反对立场 不过在今天的集会上 连他也沦为剑靶 根据当今大马报导 社会主义党书里秘书巴瓦尼 只欠黄德奇节集会 集会进行得如火如荼 而他却悠哉悠哉地受访 还言辞造造 根本不知羞耻 值得一提的是 黄德在接受媒体违访时 有大约10名社会主义党成员举大自爆 高喊不要悠转 兑现承诺等口号 持续将近10分钟 除了社会主义党 烈火墨西元老阿都拉萨 也把炮火对准黄德 指内阁一决更新莱纳斯执照 证明黄德领导的监督 莱纳斯国会小组 根本起不了作用 干脆解散作罢 另外坊间还有一波攻击声浪 要黄德辞职 但他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挑拨 他没必要辞职 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协调局主任吴建南 在脸书发文 嘲讽火箭在莱纳斯课题上 自导自演 而且还自己反自己 在朝在野一党全包 去年夺取政权后 如今还想夺走反对党的制衡监督权 所谓集会只不过是自欺欺人